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美國商務部更新了他們的制裁名單 一共將58家與軍方有聯繫的中國企業或機構 列入軍方終端用戶的黑名單上 其中榜上有名的 還包括了特區政府其中一個部門 就是政府飛行服務隊 究竟這次的制裁對於飛行服務隊會構成什麼影響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為什麼飛行服務隊會被列入軍方終端用戶的黑名單 其實商務部沒有提及詳細的原因 雖然官方的解釋欠奉 但是在坊間來說一般都相信 非行服務隊被指稱和12港人事件有關 就是促成了商務部作出這個決定的重要因素 其實這個軍方終端用戶的定義是為什麼 本身來說 他純粹是涵蓋了軍事武裝部隊和警察部隊 但是在今年的4月 商務部將定義擴大 擴展到連支援或者協助軍事用品生產和維護的企業 都是受到牽連 眾言那些企業的主要業務是非軍事用途也好 同樣都會被商務部考慮 一旦被列入軍事終端用戶的黑名單 當然就是會受到美國方面的出口限制 涵蓋範圍其實都很大 包括了文書處理軟件在內的電腦軟件 數碼電子測量儀器等等的科學設備 以及飛機和直升機的零部件等等 即是說 基本上就是全方位封殺 好了 現在非行服務隊被美國方面列入了這個名單 我們又看看 究竟對他們有什麼影響 目前政府非行服務隊的機隊主要有四款機型 第一款叫做H175獵炮直升機 一共有七架 也是非行服務隊最主要的機型 是由法國方面生產 第二款是龐巴迪挑戰者605 是多用途的噴射機 一共有兩架 是由加拿大方面生產 第三款叫做EC155B1 一共有四架 是由法國方面生產 最後一款第四款叫做鑽石DA42雙星 這一架是由奧地利方面生產 好了 大家聽完之後就可能發現 沒有一款是由美國生產 那是不是代表著 即使政府非行服務隊 是遭受到美國商務部的制裁也好 其實那個真正影響不是那麼大 那我的看法又覺得未必 第一件事 現在所說的純粹是說硬件 軟件方面都未曾提到 第二件事 縱然沒有一架的直升機 或者飛機是由美國製造也好 那就不代表著 那些個別零部件 全部都是由 那個國家原產 那可能這些飛機 或者是直升機的製造商 都有可能是從美國輸入 這些零部件都不奇怪 因為美國始終就是在 航天航空事業上面 一直都處於領先的地位 那好吧 如果一旦是牽涉到這些零部件的時候 那可能在零件更換上面 就會有問題 那當然我都相信 飛行服務隊 在不同的零件上面 會有一定的存貨 但是當這些存貨用完的時候 而這些零件又剛好 是美國原產國的時候 到底是應該問哪一個買好呢 如果問美國的公司 那些公司肯定就不敢賣 因為現在飛行服務隊 就被列入了這個黑名單上面 如果是轉接一些 問其他的 飛機生產商去買 那些都未必肯賣 因為別人的企業都會考慮到 當跟你做了這一談生意之後 會不會對他自身構成什麼影響呢 會不會得罪了美國 搞到個別零件的供貨上出現問題呢 等等 所以 在零件供應上 就可能會出現問題 那飛行服務隊 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得到呢 當然 就著H175 從獵炮直升機來說 其實大陸都有同款的直升機 就叫做直15 如果飛行服務隊 不能向外國買這些零件 可以問大陸買也可以 那些零件可以通用得到 但在安全性上 會不會構成什麼隱患呢 我就不知道了 至於其他的 直升機或者噴射機 我看到網上有些人說 可以開一家白手套的公司 借殼來入貨 其實就不是這麼可行 因為 當你買到這些牽涉到軍用的貨品的時候 美國方面一定會要求你提供 那個 叫做終極的使用人 如果是如實填報的話 根本上別人都不會賣給你 如果看到你的終極使用人 出現了在黑名單上 就算你亂按填報也好 其實都沒有用 因為人家一產生懷疑的時候 照樣都是不批 這個就是此路不通 好了 至於軟件方面又怎樣 電腦軟件就受到出口限制 什麼為之電腦軟件呢 Windows Office365那些處理文書的軟件 都是為之軟件 當然這些就很容易找到替代品 Windows不用 那你就用這個紅旗Linux 大陸出的 這個Office365不用 那你就用OpenOffice 這些是找得到替代品的 但是我也有個疑問就是 究竟這個全球定位系統 會不會都受到牽連呢 因為全球定位系統 GPS 就是美國太空軍所操作的 在這個商務部的 所謂出口限制當中 到底GPS是否適用呢 如果GPS都不准這個飛行服務隊用的時候 那就很吵架了 飛行服務隊當然都可以轉用中國北斗的系統 問題就是中國北斗的系統 和現行的下機隊是否兼容呢 這又是另一個問題 當然 究竟美國商務部如何去執行這張所謂的黑名單 也是問題來的 它執行得很寬鬆的 可能它很多東西都不調查 它執行得很嚴格 當然就是驗屍這麼嚴格 這就視乎美國執行的鬆緊程度 我找過好幾篇報道 其實都沒有提及過GPS的系統 但是大家都知道 既然這是由美國太空軍操作的軍民兩用科技的時候 那就是由他們說了算 那到底大陸方面有什麼回應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說 美國動用國家力量 泛化國家安全 不斷濫用出口管制等措施 對他國特定企業進行打壓壓制 這是對於自由貿易規則的嚴重破壞 對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嚴重威脅 也是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國人民福祉利益的嚴重損害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錯誤的做法 給予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公平待遇 其實你遮住那些國家的名字 你都不知道他究竟在批評其他國家還是批評自己的 商務部就說再次敦促美方要停止單邊主義和霸凌主義的做法 要維護正常的國際經貿秩序 澳洲都可以用相同的原因來駁斥大陸 說起來有58家中國企業被拉進黑名單 其中包括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核下的七家子公司 這七家子公司被拉進黑名單的時候 他們去到外國採購零部件的時候 當然就會遇上困難 這架C919雙用民航客機 雖則就說是自主研發 問題就是其實他裏面有很多東西 都要從外國來購買 製造一架飛機最重要就是引擎 引擎是由法國和美國製造的 至於航空電子系統 包括了通訊系統 導航系統和顯示管理系統 都是由美國製造的 你說有什麼是由中國製造的呢 比如說機頭 機翼 美翼 等等 這些就是為之是中國製造 你只是計製造的殼 這種的生產模式 其實就跟華為當初一樣 就是從外國輸入一些先進的零部件 比如說芯片 全部運到去大陸之後 你就進行裝陷的工作 你那個自主研發的成份 究竟是有多重 大家都心照 華為被美國搞 他生產不了一些高端的旗艦手機 都仍然可以生產一些低端的手機 賣去非洲 問題就是 你這個C919飛機 你的引擎和航電系統 如果美國不賣給你的時候 豈不是要自行生產 你看華為的經驗就知道了 你用中芯國際去生產 沒有說不行 不過技術 就比起外國落後十年有多 現在連中芯國際都被人制裁了 好了 那你說是自主研發的什麼 引擎、航電系統 恐怕有很長時間 所以你一買不到的時候 基本上你 在那個C919的生產方面 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當然他可能現在買定了一大堆 未曾裝陷 這樣不奇怪 這樣用完那些存貨之後 那又怎樣呢 這個對於大陸來說 也是很大的考驗 好了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